我們講到什麼 我們講到說 在現在這個氛圍之下 民進黨要好好地檢討 結果他們自己的黨員 一而在自在地上跳出來 現在跳出來什麼 是台南這邊的市議員 而且請一票 政國會 他們有不同的系統 政國會系統的市議員 台南市議員叫陳秋平 說很生氣 還有原因是因為他們現在開始 要做正副議長的選舉 結果他直接講 他說民進黨總召 把民進黨給賣掉了 把所有的人都當白擦 說還跟人家談案 叫我們要吞下去 他呼籲陳其邁快點出來 你現在是代理黨主席 趕快不要讓台南被搞砸了 在講的是什麼 講的其實是有一篇報導 今天出來的零傳媒的報導 說新聞幕後傳出 其實民進黨他們現在就是 推出了邱莉莉 他說為了要保他當選 竟然是一票千萬要挖樁腳 甚至民國配 民國配是什麼意思 民進黨佩國民黨 叫民國配 今天雖然說民國配 已經正式破局了 但是地方上的這個講法 說投自己一千萬 投邱莉莉兩千萬 開始大家就覺得說 按盤交易可以這樣 一個議長這麼貴 到底這當中又有什麼樣的秘寶 國民黨部分已經講了 說現在基本上民國被破局 不可能跟民進黨合作 可是要支持郭信良 他們也有條件 就是選完之後 絕對不能回到民進黨 重點來了 郭信良是誰 就是之前的議長 為什麼上一次他可以當議長 原因是他現在無黨籍 原因是因為上一次真的就有國民黨 他們跟他們合作 然後投給他 可是問題是選舉的時候 郭信良剛好站出來 聽國民黨 後來他又怎麼樣的一個轉風向 國民黨內部會有人不開心 所以現任的這個副議長也講 小心很擔心 國民黨被人家騙去 那當然黃偉澤為什麼 也要去拜會郭信良 來談這個議長選舉 陳寗菲政國會系統的議員 為什麼 立委 為什麼要出來講說 其實蔡英文有說 要把郭信良找回來 大家就在問 這一次這個選舉 最早最早的一個由頭在哪裡 在這裡 郭宰清 好 原因是因為這個人 是國民黨 民進黨的中職委 傳出在地方上是已經話罪了跟黨 現在說為什麼要辦他 有人說第一 已經逼他持去了中職委的職務之後 其實就是要一識二鳥 一來就是他們說掃黑金 就把他變成季旗 二來是什麼 蔡清德現在要選 就要把這個地方 不好的觀感給直接拿掉 算盤埋得這麼深 但是大家看到的是什麼 大家看到的是 原來按盤交易可以這樣談 來 博吉哥 我先問燕穎一個問題 如果選一個議長 可以要花上千萬去拉攏一票 請問這個議長的利益有多大 他可以喬多少事情 對 我說問題就在這邊 從選前我們講88槍帶出來 所謂的光電利益這個問題 我聽到台南的朋友跟我說 他說為什麼議長這麼熱門 我們先不管是藍是綠 不管是誰 為什麼都要搶這個位置 他說他可以負責分配在地的利益分配 對 就好比說假設未來 有這個太陽能廠商要進來的時候 他就變公道博 就是由他去跟這個廠商去談說 你們要來台南設置 那地方我們要怎麼疏通 如果中間有一些利益什麼樣的話 就會變成議長處理 那就不得了了 如果都是按照網路上講 都是亦來亦去的 不然怎麼可能一票千萬 這不得了 以前 上個禮拜龍介兄 他講的是前金什麼 兩百 後謝三百 那個還在百而已 對 現在已經破千了 那表示什麼 他一定要自在必得 我一定要拿下來 不能丟這一席 現在他們都出來澄清 說這個都是傳言 不是真的 當然無風不喜讓 會有這些傳言 就是因為有人在傳 不然難道今天 我還是講一句最簡單的 當今天有這些利益 當有人要花這麼大的成本 去選議長的時候 那我不管藍不管綠 你們要好好思考 這個如果這些利益 變成真實在剝削 這個地方的農漁民的時候 你們就等著被推翻 這是一個所謂的警示的事件 未來如果今天政府議長變成 跟黑金掛鉤 變成跟這種所謂的利益掛鉤 我都覺得不管哪一個地方 你執政多久 都有可能會 這個未來都有可能會掉 那我們分析一下 臺南市的議會 就是下一屆 就是禮拜天以後 就職的議員的席次 民進黨28席 而且已經有一個台聯的 直接表態說他會支持邱莉莉 他會加入民進黨團 29席 台南總共有57席議員 過半了 所以今天民進黨如果團結 根本不用喬 根本不用買 懂嗎 那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因為郭信良 有民進黨支持 郭信良 現在國民黨也說他願意支持 就是這個郭信良了 那無黨籍跟無盟有 現在關鍵就是 無盟加無黨的實席 這實席現在就是關鍵了 如果 如果這個民進黨裡面 有人跑票 現在是記名投票 大家要記得 現在的議長選舉 是記名投票 所以他的票往哪裡留 你投給誰 都會被記錄下來 那他們之前是 因為政國會系統有六席 就是說跟郭信良比較好的 如果他們沒有投給郭信良 他們是用蓋廢票 投給自己 投給自己等等的方式 民進黨要怎麼處理 這是未來 他們可能要馬上面臨 這個禮拜天就要發生了 會怎麼處理 國民黨如果支持了郭信良 加上無黨無盟 加起來是25席 然後民進黨假設 假設跑掉那六票 剩22 加一個台聯 加一個基進 24 那這樣郭信良會贏 所以 這一局很可怕的原因 在這邊 為什麼一票要喊到一千萬 因為可能就差那一票 是 可能就差那一票 是 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什麼 88槍這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記得嗎 選後第一個出來開記者會是誰 是他 是民進黨的陳婷菲委員 陳婷菲委員 那時候還發了一個這個 不會輕聲的聲明 為什麼他那個時候要跳出來 講這麼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點出這個郭再欽 好 其實我們等等廣告回來 我們要繼續來看珠内幕 好 最後我們請賓哥來總結 其實台南這個地方 一直以來就是這樣 其實八年前李全教 不是一樣也是議長社會 然後當時也是很多 就是對手政黨的人 直接被買通了 結果才會造成 民進黨已經占多數 結果反而他們拿不到議長 那台南這個地方 這已經變成他的傳統文化 每一次就來鬧一次 上一次是龍介先去結合郭姓良 所以把這個議長拿下來 這一屆現在又很詭譎 你看陳婷菲出來講這個話 其實也是擺明在放話 很明顯 就是意思說郭姓良其實是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